所以這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了Holly Bridge 就是River Green 整個行業最新的一個超級大的 兩千呎四房 整個獨立屋 但大平層Style有何景的單位 我們今集不如看多一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上一集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是去到380萬 未包稅 因為全新樓 原來我Carrie找一下 在這個隔離座 即是已經落成了大概四五年 還有2018年的Tool River Green 亦有一個二手樓 保養良好的單位放緊 都是二千呎左右 今次二千呎開三間房 所以大家會感覺到客飯廳面積 是再大一點 待會進去給大家看 這個單位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它有一個超級大的terrace 即是它是一個 如果大家很喜歡很多戶外空間 但又不想打理花草樹木 不想別人去到你家 這個適合 如果你是家裡有小朋友 想出來玩 做一個水池仔 或者曬太陽 又或者家裡有寵物 想讓它多一些地方走動 像是Husky那些 雖然不斷跑 這個適合 這個單位一樣 都是對著河境 我們就是Tool River Green 然後隔離 其實Tool River Green的這一座 其實隔離再過去就是Holly Bridge 我們會在兩條橋更加中心的位置 這邊看出去就已經是River的河境 其實熟悉溫哥華地利的朋友可能知道 其實這邊是河出去 那裡已經是海口 但其實水反而我看到流向很有趣 是海進來的 不是 不是流向 是風 夏天的風通常都是西邊吹進來的 即是夏天的風吹進來 即是你如果在這裡玩獨木舟 或者你玩風帆 不會吹去出海 才吹進來 是 那就安全一點 總之風水好 風水好 那些風是水吹進來 吹進來 還有你這個單位的特色 我們不用特意比較 因為兩個單位完全不同 不過就是這個河境 就可以看到遠處的海 簡直是進來的河口位 我也記得挺有趣的 下面跟剛才我們上一次看的 有些不同了 我們下面就有個圓環 然後有很多綠色植物 更加茂密 因為剛才那邊是新種的 然後你上到這個terrace home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旁邊 你就是沒有另外一座建築 雖然你也有東西可以看到 看到那個運動場 但是你多一些 privacy 因為你不用看著 另一個單位 常要落窗簾 然後去到terrace home的這一邊 就有個特色牆壁很高的 然後這個牆壁都是鑽磚的 叫做有些東西看看 不是只差一個水泥牆 所以我覺得這個terrace 是 Carrie覺得是挺特別的地方 所以就選了這個單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進去看看 同樣這個單位 都是有兩個露台的 這次他就是客飯廳的露台 還客飯廳的露台 另外幾間房間 再分享另一個 private balcony 就是說你有客人過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擔心 很容易可以在露台走進去 你的主人房 或者看到裡面的東西 那就完全 privacy就會好一點 剛剛和大家說了這個2000呎左右的單位 它是開三間房 所以大家會發現 我進來的感覺是客飯廳比較大 簡單來說 廚房在那邊 然後有飯廳 然後這裡還多了一個廳 然後這邊再是客廳 其實我會覺得如果大家喜歡彈琴 我帶來彈琴 如果我有一個這麼開闊的單位 這個位是完美的單位 彈琴很棒 不過可能要遮蓋兩個窗簾 因為不能長期曬 這是我想到這個位最好的擺設 看完這個大面積的客飯廳之後 可以回到廚房這邊 廚房其實都是同一個發展商 它落成的期數不同 所以顏色規模是不同的 這個大地式系 這裡是米米色的地毯 米綠色的地磚 雖然這個是二手樓 不是全新的單位 但其實大家看到 屋主在保養上做得很好 基本上地板沒什麼破損 地毯都很乾淨 而且大家看到它用的傢俬 都是有少許檔瓷 或者比較高端 這盒的燈具紋是很貴的 我們看看廚房 廚房有一個L型 然後再加一個中島 然後大家看到中島上面 這一塊東西 其實不是原裝發展商的時候有的 是屋主後期設計過之後 在外面再配回來 盡量配合它跟櫃面一樣的顏色 有幾個海岸的位置 這裡的中島桌面 是康石櫻 這次的特色是中間這個位置 是煮飯位 簡直可以在這裡烹飪 中間調下來 這個牌子比較特色的圓形的抽油煙機 在煮食的時候 可以看到前面的山景和河景 亦可以跟客人更加好交流 這邊有一個廚房 這裡兩邊 因為現在屋主還放了很多私人物品 就不太方便再打開給大家看 跟上次的單位不同 裡面打開全部都是一格格 可以放東西的儲物空間 兩邊都是包括這個上下 上面是蒸氣的蒸氣焗爐功能 下面的就是蒸氣 兩個牌子都是MIRR 基本上發展商大部分在這個項目都是用MIRR的電器 這邊有一個轉彎台面 乾乾淨淨白色的 保養也可以的 然後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裡面都放了東西 上面也是的 下面也是的 這裡的儲物空間不方便打開給大家看 但是它是可以拿出來的架 所以可以整個拉出來 方便大家進入裡面的空間 這個應該是小碗碟機 這個可以開的 MIRR的小碗碟機 然後這個雪櫃 就比我們上次看的 上次發展商的四房單位 是30吋的 Carrier覺得是美中不足的單位 就是雪櫃不夠大 這個就是36吋的大雪櫃 變成你家庭式的生活 需要煮飯的話 是可以放很多東西的 雪櫃和兩個冷凍器 這個雪櫃我覺得是很加分的 好 然後剛剛說了這個中度是主範圍 在爐頭下面 就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它打開櫃桶 裡面再有另外一格櫃桶 完全有六個大櫃桶 這個就是廚房 這個則的話 它另一個特色就是門口進來 下飯廳廚房之後 經過這邊 不知道什麼看 對 門口進來 其實它沒有一個左隔的圓關 門口進來就是這樣 但它都有兩邊的空間 給大家換鞋 不會很迫結的感覺 一樣有InSuite的Alarm System 然後門口進來 這個也是實心門 比較重 然後兩邊 這裡 也有儲物空間 但是大的衣櫃 旁邊的話 其實門是開到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邊可以做櫃 或者可以放鞋的位置 那些小椅子 轉進去才會是另外三間房的休息區 一路進來 如果客人要去洗手間的話 有一個Powder Room 今次這個Powder Room的設計 更加有特色 除了一個Signature櫃之外 它的洗手盆很特別 這是什麼來的 石來的 這是什麼材質 石來的 很漂亮 然後這個為什麼沒有用 這個就是這樣打開 然後下面應該還有一個櫃桶 這個就是Towder Room 給客人用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釘 這個釘的空間也挺大 現在原本已經有一組的櫃 就做好了 而且也做得很細緻 大家看到它的電製位 也做得很漂亮 我不打開它 OK 它適合整個廚房的風格 不知是否原裝留下 然後剛剛看了釘 Loudry Room Loudry Room的話 小一點 不過也都是麻雀 雖小誤狀俱全 Mila搭起色的洗衣機乾衣機 還有有個水盆在旁邊 就是有些衣服不適合 放在洗衣機 就可以很快去洗一洗 然後這個後面應該是機房 對 那些機房 這個也是有冷暖氣 然後再進來就開始是房間了 這個是個小房 也是整個房間 三個房間裡面 唯一一個不是套房的單位 這個會面對著另一個露台 但是這間房就出不了露台 但是看回那邊 這間也是唯一一間房 是沒有何景 就是看回旁邊的運動場的單位 也是雙門衣� 這個也是 我記得這個有何景 這個是Second Master 都比較大的 這個單位的特色就是看到何景之餘 這間房的特色是看到何景之餘 它有自己的private balcony 還有其實它是一個小房間 它除了有這邊的窗外 這裡看到露台還有一個窗 所以你會覺得這間房很光亮很通透 也是good size 這裡絕對可以放到 king size 床再加床後櫃 然後這間房是套房 所以門口進來 還有一個free piece的洗手間 以白色為基調 然後再進來就是主人房 這裡去到單位最深入的處 就是關門 完全是自己主人房的空間 是最private的位置 進來之後 轉右就是walk-in closet 已經有一些organizer做好了 然後來到這邊就是主人房洗手間 它的色調就有點不同了 用了另一種tiles 地磚和牆磚是一樣的 都是這隻的面 這次它這個洗手間的設計 也有一點點特色 就是它有比較長的兩個sink 中間可以多一點的擺東西的空間 還有這條走廊也比較闊 另外它又裝多了門 就把你進來洗一洗臉 和去廁所洗澡的位置分開 這邊是可以再關門的 進去可以去洗手間 還有兩邊有一個浸浴位 還有一個shower位 這個shower位都超級長 基本上一個浴缸那麼長 有一個上面的大ring hat 還有一個可以拿下來調校高度的花灑頭 後面也有個neach 是用來放洗手水和護髮素的 然後底座也是鋪磚的 它全部都是差不多Style的磚 OK 好 看完了這個洗手間 OK 有地暖 安裝好NewHit System 主人房的房間也很大 和我們上次看的兩房單位 好像是否更大 差不多 差不多 大家看到它上一手留下的家具 都是比較名牌的Fendy床等等 大家寫合約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問 溫哥華買樓的話 會不會興起包傢俱 通常都不包 但這組傢俱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和Seller聊一下 要不要買下來 好 這個主人房的房間 也是一樣 是看回何景的 一路可以看出何口位 然後對出去就是那個運動場館 所以都是比較多 Privacy 沒有一個鄰居 晚上都會看著你 另外這邊也有個露台門 是可以打開的 剛剛不介意和大家說 這個露台是有Tile的 你踏出來是鋪了磚 感覺都不錯 露台就長長地 然後可以出來看風景 一路可以延伸到前面 前面 剛才是Second Master的露台仔 這裡就Cover了 父母可以去監督一下隔離房 兒子有沒有做功課還是打印機 進來 現在掛牌價348萬 對方經紀說如果Carrie去買 有價傾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我 先說笑 單位本身是2110呎 我有Fallplan在手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發給大家 另外管理費1453元 它是包含冷暖氣、熱水、熱水 以及所有的會所 我們在影片的某個位置 會和大家參觀Holly Bridge的會所 Tool River Green的會所 都是大同小異 少一些東西 例如少一個籃球場 但也會有泳池 大健身房 派對房等等 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單位 有兩個車位之餘 它是一個Gate Garage 有一個自己可以開關門 屬於自己的空間 的Sight-by-Sight parking 那是甚麼?東升餃 東升班餃 好可愛 你最喜歡的雞腳 船雞腳 沒有東西我吃雞腳 我不想 你最喜歡吃雞腳 很美味 這個 牛沙發包包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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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其實這樣吃不出來是不是冬腥 可能是汽油汁 為什麼吃不出來是不是冬腥 這個很有趣 好像蝦餃 蝦咬下去咬口才會有魚肉 我試試 為什麼好像蝦餃一樣 又吃冠湯餃 我喜歡吃冠湯餃 有鮑魚仔 蟹柳 有鮑魚仔 還有帶子 帶子也有 那就沒有芽菜了 會不會很熱嗎 要稍後再吃 腿 是不是兩隻腿 應該是翼 好像很少 多少錢 都30多元 做法好像不一樣 對 真的沒有那一隻好吃 我覺得呢 好像沒什麼汁 很乾 我覺得不像燒 像炸 兩個炸很乾 我們今天就埋單121元 餃15元 東青餃11元 鳳酒18元 燒壓費不值34元 好少啊 那裡有半隻 半隻 那裡有這麼多嗎 油菜心19元 蘿蔔糕9元 然後阿俠 上一條片跟大家分享了 上一條片跟大家分享了 分享了嗎 分享了什麼 不是